最近,肖战是一次又一次的登上了海外媒体报刊,美国时装媒体,马来西亚报纸,泰国大版面的媒体宣传,新加坡媒体等等,文章当中,肖战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明星,被写入标题说,他是最亮眼的中国明星之一,是最受追捧的歌手兼演员,他被称为有着国际影响力的巨星人物。 作为肖战的粉丝,这样的事是习以为常了,反倒是国外媒体一次又一次的被震撼到,肖战粉丝的强大购买力,着实令业界内外和一众网友惊掉了下巴,包括托德斯,珍丽石,古池等等,都在海外平台更新了最新的肖战的动态,并且都在多平台晒出肖战的照片,傲娇地表示,肖战是我家的,各大品牌方好像都在努力给肖战创造更大的牌面, 不仅大品牌们在海外更新肖战,宣传肖战,其他品牌方也不甘示弱,一打品牌方,就曾在九个城市点亮了肖战代言的广告大屏,直接安排了九宫格的动态,一条街都是肖战的帅脸,循环播放的超大屏幕,各种各样的裸眼3D大屏广告,几层楼高的商务形象,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帅得一塌糊涂的肖战。 到目前为止,肖战是30个优质品牌代言傍身,而肖战作为代言人的贡献度都超过了90,最高的达到了近乎恐怖的99.95,这就是肖战作为代言人给品牌方带来的惊人声量和关注度。 大家都说,以前是明星追着品牌跑,特别是高升品牌,到了肖战这里都反过来了,一记绝尘,断牙碾压已经说够了,这样恐怖的数字都已经习以为常了,不知道今后的肖战还会创造哪些奇迹和不可能。 本土的肖战,世界的明星,这一波又一波的文化输出啊,是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中国的大帅哥,我们中国优秀的艺人,期待肖战将来更精彩表现。 对此你怎么看?好了,小编的解说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